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阵容官宣 王一博王源不意外 龚俊唱跳影期待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 很快就要到2021年了 跨年晚会已经安排上了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阵容今天官宣 王一博王源这样的老熟人照样助阵 不过龚俊这样的新面孔也引发期待 你们最想看谁的表演 第一个问题 湖南卫视的老熟人年年助阵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 湖南卫视在造星方面很有一套 王源最早成名 就是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 这么多年了 湖南卫视和王源一起成长 关系是相当深厚 这次王源继续加盟 应该说毫无意外 只是王源会表演什么节目 令人好奇 毕竟作为老熟脸 肯定要搞点新花样 王一博老师也是一样 他不但经常上芒果台的各种综艺 而且还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之一 有了这一层关系 王一博上湖南卫视跨年晚会顺理成章 王一博的街舞可以说是国内一角 终于等到舞台王者王一博归来了 不知道这次会挑战什么高难度 第二个问题 龚俊挑战唱跳你期待吗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 龚俊老师演技成神 但是在唱歌方面 却有吴胡这种另类的代表作 可是龚俊很喜欢唱歌 经常出新歌 这次上湖南卫视 更是挑战唱跳 其实 对于龚俊老师这种演技派 唱跳完全是自我满足 至于好不好 根本无所谓 就像湖南卫视自己说的那样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闪耀着2021 点亮即将到来的202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